好 上次的事是我太冲动了 影响不太好 我想跟你道个歉 对不起啊 我也是故意在叔叔阿姨那里 说一些不着调的话的 要不你这么忙 也不肯花时间出来见我的 年幼姐 别这么看着我 怪吓人的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可是这个节骨眼上 真的不是咱们姐妹俩闹不合的时候 咱们就应该齐心协力 想办法救人啊 你说对不 对不对 那你这次又想到什么办法了 你这相信 郝庆林一定有罪吗 有没有罪不是我说了算的 我知道 可是你是他的妻子呀 检察院会重点才拿你的观点 所以你提供的任何信息 都至关重要 如果你真的想救人 我想 你肯定能找到合适的理由 去说服他们的 你 你懂得啊 简直不可理 你们是夫妻呀 应该同甘苦共患呢 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 你的丈夫在里面受罪 看着你的孩子见不到爸爸吧 就这么一丁点的小事 你都不愿意做吗 你还知道我们是夫妻呀 知道的啊 所以我告诉你 这件事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宁佑姐 算我求求你好不好 只要你把他救出来 我把他还给你 行吗 还给我 我不说你 你还真的没完没了了是吗 你记住了 你终究只是个小三 不管郝清林之前跟你发生过什么 你都没有权利在我这儿指手画脚 也没有资格提郝清林说半句话 有资格了不起啊 你除了有资格 哥 你还有什么 我告诉你 他的心早就不在你这里了 今天就在他坐牢 就算我没资格 他的事我也要管到底 因为我爱他 他也爱我 爱你 你以为你是谁了 我告诉你 你在法律上 你就是个屁 我再警告你一次不为 不要再来干涉我们家的事 不要再找我们家任何人 如果你要再敢来 我还会报警 但我相信你 你一定不会像上次那么容易出来 你怎么那么恶毒啊 你是想让我们换律师 您二老如果真的想救清林 就必须得这么做 我怕清林的案子您又再插手 清林可就要废了 顾小姐 你和悠悠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清楚了 我们之所以让你进门 完全是出于礼貌 你如果要再不走的话 我们就报警了 我能想到您又是怎么说我的 话不会好听 但您二老 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吧 凡事总要讲证据的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证据 我也不会在这儿乱讲话 清林的外块都在我这里 我替她保管的 这是其中一张卡的对账单 每一笔都清清楚楚的 还有一些在我家里 这些东西 总能说明清林的钱 花去哪里了吧 叔叔 阿姨 据我所知 检察院到现在都没有说 清林到底犯的是什么罪 或许清林正等着我们去救她呢 那这些证据 就是可以救她最好的武器了 那这些证据 在这里 您又的律师 为什么不做无罪辩护 您要老也没有想过 因为律师是您幼的人 他们两个正在联手 害您的儿子 幼幼 对这件事情付出了多少 我们心里清楚 她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您可别在这儿挑拨离间 对 叔叔 阿姨 您了解您儿子的婚姻生活吗 也是 他不跟你们住在一起 受了什么委屈 心里有什么烦恼 自然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但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清林跟我说过 您又自从有钱了以后 根本瞧不上她 还总说 一个大男人 总是要让女人当顶梁柱 所以清林在家里 其实精神压力很大的 清林还跟我说了 您又不止一次放过狠话 说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那现在不就是 您又最好的时候吗 你们仔细想一想 您又只要在这个案件上 动一点点手脚 那关乎的就是 清林在里面 关几年的大问题啊 你们这一天不换律师 您又的阴谋 就在一天天地得逞 现在这些东西 是我们能救清林 最后的机会了 我怕 错失了这次机会 到头来 苦的是清林 后悔的是我们